你也想转换 这场跑道吗 想说要不要去应征那个拉面店 那场五万块工作 你要换成纯劳动工作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不行 除非你今天已经脑力耗尽 你觉得你已经不想要再动脑 但是你想要用劳力去换取金钱 这件事情 它是没有什么不行 就是劳力它是有一个 你有一个生理上的限制 所以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说 你这个劳力换取金钱这件事情 可以做多久 那以你原本的那个工作 用脑力的这个工作 是不是相对讲比较不可被取代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或许好好思考一下 这两者之间的长远性 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它会对你未来人生 可是对很多人来讲 它可能是我决定改变人生 我了大半年都在使用这个劳力工作 所以我决定现在开始 不是说不用劳力 我想要不要过这么辛苦 我想要去体验各种不一样生活 所以它改成使用劳力的方式 去换取金钱 那它可能换不一样的工作 对它人生体验有了不一样的体悟 就变成是赚钱这件事情 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候 就不一定会这么纠葛在这件事情上 因为如果你的人生体验 可以有不一样的机会跟尝试的话 那对你的人生来讲 可能会觉得说 我觉得很丰富 我觉得我人生超丰富的 我就算没有赚进大把的钞票 但是我每天 或是我每一阵子 每隔一阵子 我就在享受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但是谨慎思考还是很重要的 厉害